好 講了這麼多 您吸收了多少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忘掉是正常的 所以下面加佐路設計了一個口訣 我想把剛剛講完的事情 我們再重新複習一遍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來試試看 未來我們在想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有一個SOP 一工具兩天化三步驟 謝謝貴婦今年給了四保險 所以長照一二三四 以照護不離職來做一個目標安排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一個工具剛講的長照地理地圖 其實這個地圖最大的功能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短作 是要讓大家變得務實一點 我剛剛講的都很理想 是一個理想狀況下有服務可以攻擊 可是各位你今天住台北市 你是幸福的 你知道有很多地區不見得這麼多的資源 那也有很多地區其實 之前找的不台北好 所以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地圖的收集 一個重要觀念 是看你家到底父親有多少資源 你要不要搬家 我不是在說笑話 我們曾經有一個照顧者進來問的問題是 請問秘書長有沒有背老人家上下樓的服務 台北市有啊 台北市有計程車司機在背長背 各位知道嗎 有一百多位 可是這不是好方法 這個要花錢也不肯每天背嗎 所以那個 我知道四聯一的那個 黃聖堅總院長 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好喘聲 他說在台北 住 濕能老人 重度濕能老人 住在二樓以上 就像住在天鄉 是吧 下不了樓你什麼東西 你什麼事情都幹不成 好 所以這件事情 然後好 我剛才講他進來問了什麼 背長背部 後來經過長照教練四包錢的盤點後 他決定做一個決定 從台北市搬家搬到新北市 台北市的房子自己的租出去 因為房價不足 租兩萬五 搬到新北市 旁邊就是日照中心 老人的托兒所 電P大樓租一萬五 多出來一萬塊給錢 幹嘛 富 自負兒 日照中心自負兒 綽綽有餘 然後他白天空下手來 他自己照顧責皮幹嘛 去工作 去工作 所以這個安排 好靈活 我真的覺得挑戰是很大 就是我們大家要動動腦 要有一個思考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制度下 剛剛那個 我們期待了 未來這個地圖可以長成這樣 你輸入地址 方圓設定幾公里內 你家在這裡 你一定所有資源都會出來 將來家總會期待做一件事 我們希望把照片可以放上去 評價都在上面 使用者評價 我們用過的人可以彼此交換 學長帶著學姊 學妹 學弟 好 兩個電話 1966 剛剛講了三分多鐘 第二支電話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專線 真的 其實1966的照顧專員的負荷量非常大 他們一個人要負責好幾檔案 所以我們來分擔一些 那這些分擔裡面 包括我們看到更多 剛剛講 家庭照顧者 我們一起來思考 多動腦 有沒有更好更聰明的一些照顧的方式 三個步驟 盤點資源 盤點資產 才開家庭會議 各位不要反過來 現在很多家庭為什麼吵架 兩手通通去吵架 你想一件事喔 如果你今天回家 告訴家人說 各位你一定都不知道 我跟你說 政府其實現在最到一個月補助到三萬六千人 你覺得家人會開心 他們會覺得有一條新的路可走 不是只有家人的照顧 或者聘管其他人口 還有別的選擇 所以盤點資源之後 該付什麼錢 誰來付 先把這次的補助算進來 再看長輩有沒有一些經費可以付 我們就有一個案子裡講 長輩有一棟房子 照顧得很辛苦 後來長輩是住到機構區 他的房子其實透過房租已經可以夠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退休機 安排 重新安排後 是勾付機構的成本又花費 所以每一個家庭 今天在這邊講的事情 很難 就是一個大概 一個SOP而已 可是真的進入到每個家庭的問題 歡迎你打電話 剛專輩講的沒錯 很多家庭問題是因家庭而已 還要再做更多的盤點 好最後是長照四包錢 這四包錢也是因為我們覺得有點複雜 我們就加總就開發了一個線上試算軟體 那我剛剛講的如果不清楚 各位你想要進入這一個四包錢的網站 左邊 什麼叫四包錢 點三試服務是什麼 周長期的照顧計畫該怎麼定 每月組合怎麼試算 到陳阿公一個案例 真的是衛股部提供一個案例 都在這裡面有呈現 所以要更新 現在很多組織都在幫各位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舉個例子 陳阿公 基隆 住在基隆 先描述一下 他是班戶 不是中醫的 女兒一家人都要上班 那他其實是一個開朗的阿公 他每個禮拜都想要出去都外面串串的門子 好雖然他一定是第五級師呢 所以在照他打電話到1966後呢 照專就來家裡停伏後 就開始給他四包錢的最高額度 好 兩萬四 第五級是兩萬四 交通接送 因為住在市區 所以呢就不會補到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住在南投的信義鄉好了 信義區跟信義鄉差很多 好 所以呢他就有1600盎 輔具三年四萬 其實真的很好用 也鼓勵大家 其實長輩如果有輔具有無障的環境改善 他在家裡有環境相對 然後就是要預防地道 所以那個防火電一定要做 扶手要做 好 最後喘息服務 因為是中毒 所以是那個屬於叫做 換算大概是14天的那個等級 三萬大千人 好 所有這些他開始試算 如果他選的是居家服務 他開始有墨浴 極足墨浴如何如何試算後 譬如說以他24000元這一級 他最後只用了16000 他就是在那個額度內 所以他是16% 他就自負了2675 就可以使用這麼多一個月 這麼多的服務 所以你要自己去定個計劃 好第二個 如果他超出額度 譬如他用到2500 超出了1200元 這1200元 全部自費 所以加起來之後 等於要5600多塊 5千多塊 好 所以這是兩個試算 如果你換算到 用我們的系統去算呢 你就分入一般部第五級 沒有聘僱外 基隆市人安局 下一步這一包錢 全部會出來 好 出來以後 這邊有加號 有沒有 加號以後 你就去算 你想要試算 什麼樣的服務基礎 他那裡面都有下面 就可以選 選完以後 也是下面直接幫你 試算資格 結果我聽說 已經有幾個縣市的照專 已經拿這個系統 去跟我們的民眾 開始做共通 好 這個就是長照1234 來請各位跟我附送一次 一是什麼 一個工具 兩個電話 三個步驟 四包錢 不要忘了 好 最後 善用長照2.0 聰明照顧 還是會來 其實有很多 很好的案例 而且 也希望政府 不要再辦這種獎 什麼大校獎 然後再鼓勵那個 照顧得很久 很苦的照顧者 錯 這是很弱我的想法 今年也希望不要再辦 這是很錯亂政府 為什麼我很努力 再推長照而言人 內政部還在辦大校獎 什麼忍受 病痛折磨 等等等等 好 往下 好 我們要鼓勵的是聰明照顧者 聰明照顧者 這個是我們去年第一屆 伊德林大哥 他用兩班居服員 還有一個 各位 記得去訂一中照顧計畫 他把單表排好以後 就讓他的居服員兩個 早上一個負責備餐 負責出去走 出去外面道理道 下午一個洗澡 做被動關節運動 腹健等等 好 三個人配合得很好 他的兩班居服員 一個用了四年 一個用了五年 好 他們就像新家人 然後我覺得他最棒的是 他假日自己還使用機構喘息 就讓他自己假日的修行 然後他負責就是晚上的時間在照顧 所以他看起來清清爽爽 雖然他就說雖然他要照顧 但是他不能夠 他必須要工作才不會核心被攻 然後他必須要把自己照顧好 才能照顧好別人 好 我們下面有好幾個案例 是今年最新案例 也是在長照四包城的那個網站中 來 中轉尾 你笑得很開心的 好 謝謝 這樣也要來分享 我們的阿嬤 第一名的阿嬤 是一個老老照顧的案例 自己 差不多28年喔 28年 你還笑得這麼開心 我真的也很少看到 所以真的 原住民的同胞 有一個很樂天的 這也是很好 在照顧者中 這是一個需要有的特質 好 他你看到第八集 他就善用了這四項服 包括家庭照顧者的輸壓活動 支持團體等等 幫助他走出來 第二個 第二位 他是連帶照 他自己有一個新生兒 那他也是 他用日照 你看他是週一到週四 用日照喔 週五 他特意 接爸爸回來 因為他說 他想要讓爸爸跟小孩 有一個三代同胞的機會 好 所以每個家庭 其實會因著不同的狀況 好 這個更棒 63歲 把媽媽送到日照後 自己去考照顧服務員 現在 不常照顧 我覺得這個故事 有一個很棒的啟發 從1比1的家庭照顧者 日照中心是1比8 他一個人可以照顧到680個人 所以這樣的人力就會出來 好 我們就要善用人力 好好讓人力放出最大的功能 好 剛剛講 有一位先生 照顧失能的 看看他怎麼做 他把原來工作吃掉 因為他知道他無法 那麼長途的去工作 所以他最後他爭執在自己的大樓 當管理員 自己主動 睡之前去當管理員 然後把他的照顧安排等等 把他做好 好 這些故事都在網站裡 我們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講 不過長照路上要兩種貴人 一個叫長照教練 長照教練就是像1966或080 這些個管也好 社工人員也好 因為他會了解很多的資源 就像我今天這樣子 會介紹給大家 第二種 叫尋長教 已經有經驗的人 所以呢 也奉勸大家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除了居住安排 時間的管理 金錢管理等等 我們都要學長照這條路 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因為過去的人 真的沒有活這麼久 所以我們因應未來的 這個照顧的浪潮 我們要學習的 智慧跟挑戰會更多 我今天講的如果不完整的 另外在 其實台北市的民眾 真的蠻幸運 資源很多 我們自己在遼寧街 有一個實驗基地 裡面每個禮拜三 跟四個下午 都在做長照教練的說明 還有諮詢 所以如果你還需要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場地 我們就有一套 這個整個長照教練的引導 好 最後 提醒大家 面對家人照顧 會開始一段苦日子 但沒有任何人 應該因為另外一個人倒下 而過度犧牲 我強調的是過度兩次 一定會犧牲 一定會犧牲 但是不要犧牲到連你 最後自止都摸不下去 這是不應該的 第二個 別不小心成為別人家照顧的假案人 所以親朋好友少聚化運動 如果對別人家的照顧 除非你可以提供非常實質的幫助 否則 請不要對別人家的照顧 使手畫腳 因為這個的壓力是很大 很多照顧者都是因為這樣的 走不下去 然後覺得非常的痛苦 好 最後停在這個故事 因為每次家人在外面講完 各位 你覺得照顧是國家的責任 還是家庭的責任 有很多人說 你一直去倡議國家責任 最後家人會覺得他沒有責任 會沒有愛 那就以這個故事作為一個結束 我們之前邀請了瑞典學者來 最後也有一位聽眾問了這個問題 那個學者就回答 不是這樣啊 因為老人家也需要尊嚴啊 我希望我的子女永遠就是我的子女 而不是故事 我希望我跟她相處的畫面 就是美好的畫面 不是法式法文的畫面 這個故事說了兩件事 照顧者有自己的人權 他的生命不應該因為照顧而中斷 被照顧者也有自己的尊嚴 他也希望被尊嚴的照顧 以上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